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8月30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卫读报》 我是Trey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可以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请您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让我们来一起看看本期的第一条新闻 著名政治评论人严纯沟最近撰文分析 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方向 他认为 尽管中共内斗十分激烈 但是要解决习近平的问题 类似华国锋 活捉四人帮的宫廷政变 在今日大环境下已不可复制 而真正要推翻习统治 扭转中国的发展方向 很可能会通过地方上发动政变来解决 严纯沟指出 毛泽东临终已知文革失败 他曾哀叹要在风雨中交班了 老毛留给华国锋的政治遗产 一是即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二是军队方面以叶剑英等老帅辅佐 三是中央办公厅由汪东兴掌管 中央办公厅下辖8341部队 是经济禁卫部队 唯一负责中央要员的安全保卫 四人帮虽然是老毛的政治工具 但四人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华国锋活捉四人帮的条件事 完全符合人民意愿 内有汪东兴外有叶剑英 汪东兴具体执行现场逮捕叶剑英 在外稳住老革命 持军队未掩护 可以说万无一失 四人帮一伙空谈革命 手无腹肌之力 老毛一死那一场宫廷政变 内外条件均已成熟 有惊无险只待执行而已 但今日习近平的处境 与四人帮有天壤之别 严成钩分析 习近平及党政军三胆 权于一身 十年来经营高层人士 至今已形成压倒性的权势 党内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挑战他 他上台后多次调整 军队人士安插自己亲信担任要害职位 最新更对火箭军大动手术 军内不可能形成与他对立的派系 至于中央办公厅 现在由蔡奇掌管 蔡奇又是他心情中的亲信 习在北京的处境有万全之策 再加上没有死角的监视 互相举报的党内文化 若有人感动朝廷政变的念头 可能刚刚起义就已败露 他说 根据邓小平听说四人帮就寝后 深须一口气 说现在我可以安然退休了 此后邓小平主持改革开放 就是重用叶剑英 李先念 王震 以至胡耀邦 慢慢疗伤 试探改革 最终改变了中共命运 严春钩指出 历史有其必然性与偶然性 习近平不得人心 与民主潮流背道而驰 如今陷入西方国家重重围堵之下 国内政治经济名声 都面临中共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如果党内军内有重要干部 实在看不下去 采取非常手段解决习近平 机会不会在北京 而在地方 最后严春钩给中共党内改革派支招 在习近平视察地方时 由地方战区最高指挥官发动军事政变 一举拿下习近平 因为习外出不可能带大部队 中央随行的保安力量有限 只要有一个勇者就足以尝试 这样老百姓受的苦少一点 武汉人总是敢为天下先 在中共大肆炒作日本核废水事件之际 全国人都在响应党的号召抵制日货 而武汉竟然出现日本料理店爆满的景象 有人调侃说武汉人被清零搞皮了 党不让吃啥偏吃啥 也有的人说武汉人觉醒了 新武昌起义来了 网上一条微信消息显示 武汉市几乎所有的日料店全都爆满 订不到位置 网民纷纷对此点赞 只因武汉疫情期间 日本人举以了热情援助 他们要以此来回馈日本人民 推特账号大雄表示 武汉人都聪明 之前疫情的时候受过的毒打醉身 那时候焚尸炉把天都烧黑了 现在慢慢都醒悟了 自从8月24号日本排放福岛和废水后 中共不仅宣布 全面禁止日本水产进口 更由党媒出面主导舆论 掀起反日浪潮 结果引发民众对海产品的恐慌 所有海产品滞销 危及中国大陆渔民的生计 数据显示 去年中国从日本进口水产品 总额仅为数亿美元 但是同年中国全社会 渔业经济总产值 却高达数千亿美元 有学者表示 中共的这波造势运动 将对中国的渔业和渔民 造成极大伤害 浙江和福建有网民表示 很多渔民花了数百万元贷款 购买生产工具 目前的局势对许多家庭来说 是灾难性的 如果不能以渔业为生 很多家庭的经济支柱将倒塌 日本东京野村综合研究所经济学家 木内登英对路透社表示 去年日本对中国和香港的海产品出口 仅占日本出口总额的0.17% 即使暂停进口持续一年 对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 也只有0.03% 然而有数据显示 去年中国全社会 渔业经济总产值超过 三万亿元人民币 当局的鼓噪 使得中国民众对海鲜的抵制 将不可避免地重挫 中国渔业 有中国网民表示 等到闹剧要收场时 才会发现 行业倒了一大片 倒霉的还是中国人 现在房地产在全中国崩溃 上海这个最大的城市型号 也越来越不妙了 据报道 8月29日上午 上海浦东银柳路385弄 15号住宅的拍卖直播 度过了惊险的三分钟 报道说 这场拍卖 从8月25日周五十点开始 到8月29日上午十点结束 三天的静卖时间里 两天零23小时又57分 都是沉默 参与近拍的五位大佬 都在近景观望 眼看着距离结束 只有三分钟了 近买号为H9192的近买人 终于试探性地出了底下 这场拍卖由此拉开了帷幕 经过一小时09分钟的 岩石角逐 最终近买号为H4101的近来人 求惠明以2.85亿的价格 拿下这栋别墅 相比起拍价溢价28.9% 这栋别墅还有一个 更为大众所熟知的名字 华州军庭 据资料 华州军庭被誉为 户上庄园别墅的天花板 整个小区只有21栋楼 里面包含了古典复兴 英国亚当 法国古堡等七种建筑风格 户户都是大面积的花园 游泳池 按摩池 洞洞都有室内电梯和电源热泵 平均每户 占地面积为5畝 在豪宅中介平台的诸多卖点里 其中一条是体验宫殿般的生活感受 上海中原地产的分析师说 这种豪宅产品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很少有拿出来卖的 相比于住宅 它还多了一层象征的价值 现在小区里最便宜的别墅 挂牌价也要6个王健林的所谓小目标 围观中介曾预估成交价在5亿元左右 但8月29日的这场拍卖会 直接把成交价位拉低了一半 只有2.85亿元 可以说是一笔血赚的买卖 不仅低于二手房挂牌价的一半 即使相比法院的市场评估价3.16亿 也低了3000万 相当于打了个9折 之前报道过 今年5月以来 上海二手房市场挂出来的豪宅越来越多 名头越来越响亮 翠湖天地 凯德茂名公馆 华府天地 中介机构的降价豪宅名单 也从零星的几个 慢慢发展到长长的一串表格 到处都是直降千万的优质房源 后来为了节省推广精力 他们下架了非降价房源 这场漫长的降价持续了两个多月 最终以华州军庭的拍卖达到了高潮 不是直降千万 不是打了八折 而是直降了两个小目标 几乎打了五折 网络流出的净价成功确认书显示 该买家为量化私募银红投资创始人 邱惠明 A股果然是全世界对量化最友好的市场之一 邱惠明凭实力支持当天风光了一分钟的大A股 还带着大家众筹的资金一起支持房地产 有网友调侃道 都是韭菜给出的钱 所以这个房子就叫韭菜盒子吧 中介机构的报告中写道 7月环比6月成交单价下降了14.68% 二手豪宅成交量不足100套 成交的房源中 接近40%的房源降幅超过20% 这8个月 中介每日推荐的特价优质房源 已经累积到了29套 并暗自划分了新算主推和普通推荐 两年前 华州军庭小区也曾有一套别墅进行拍卖 当时的竞价要比这次激烈得多 当时只有两位买家经历了107次竞价 硬生生地将起拍价2.64亿元 抬到了3.15亿元 溢价近20% 创下了全国法拍单套住宅最高价的记录 当时在周边二手房的均价超过30万的价格对比下 折算下来每平米22.2万的成交价 相当于打了7折 如今这一套别墅的成交均价算下来只有21.95万元 两年过去最顶尖的户上庄园别墅的均价又回到了起点 有评论说 前几个月楼市的溃败就像一根融化的冰淇淋 从郊区到市中心全部都化成了水 而现在连融化后的水都要开始被风干了 8月30日周二 联合国报告指出犯罪团伙在东南亚找到了一个新的生财之道 他们强迫受害者从事网络诈骗活动 否则就失以酷刑 报告引述可靠消息来源 估计缅甸估计有12万人 柬埔寨约有10万人被迫进行网上诈骗 老挝菲律宾和泰国的其他犯罪企业 也涉及从加密货币诈骗到在线赌博等各种诈骗活动 老挝菲律宾和泰国是人口贩运的主要目的地或过境国 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特克说 被迫参与这些诈骗活动的人 在被迫犯罪的同时还要忍受非人道的待遇 他们是受害者不是罪犯 报告称 但受害者被错误地认定为罪犯或非法入境者 他们不仅没有受到保护和获得所需的康复和补救 反而受到刑事起诉或移民处罚 报告指出 这些犯罪行为隐蔽且执法不到位 令人难以估量其规模 诈骗中心每年产生的收入高达数十亿美元 被胁迫进行网上诈骗的受害者来自东南亚地区 中国内地 香港 台湾 南亚 甚至远至非洲和拉丁美洲 报告说 大多数被贩卖从事网络诈骗活动的是男性 但也有一些女性和青少年 一些国家因新冠病毒大流行实施公共卫生措施 导致赌场关闭 造就了非法网络赌博的崛起 赌场基因者纷纷转移到监管较宽发的地区 包括受冲突影响的边境地区以及网上 此外 许多移民在疫情期间滞留他国 并因边境关闭和企业倒闭而失业 很容易被诱骗 疫情期间 人们上网的时间也有所增加 更容易成为网络欺诈的目标 二十国集团峰会即将在新德里登场 除了防止国际恐怖分子的袭击 印度的猴子也成了一个防范的重点 据中央社报道 目前印度官员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 以防止四处出没的猕猴闹场 当局出动了一支人扮猴的队伍 并树立猴形立牌 以赶走这些不速之客 法新社也报道说 新德里市政局出动了30多人扮演猴子 模仿攻击性较强的夜猴吼叫声 夜猴是体型较小猕猴的天敌 猕猴恒心破坏印度首都新德里 绿意盎然的政府官署地区 新德里市政局的副主席乌帕德亚说 我们不能将猴子从他们的栖息地赶走 所以我们必须出动一支30到40人的队伍 训练他们吓跑猴子 我们将在代表团下榻的每家饭店安排人员 以及在通报目睹猴子的地点 尽管在这个以印度教徒为主的国度 猴子受到尊重 但猴子也带来令人头疼的问题 经常破坏花园 办公室和民宅屋顶 甚至为了抢走食物而攻击人类 在新德里的其他地区 仅为利用弹弓和棍子赶走这些动物 但猴群也很聪明 街头上树立的猴形立牌 放送着猴子的声音 不消三天 就会被这些灵长类识破而被撕烂 有人不免质疑 这些屈猴政策是否能发挥作用 印度时报也问到 要立多少的夜猴立牌 才能改变猴子的想法 好了 以上是本期 《万卫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 为我们的视频点赞留言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